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 看看留言吧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朋友 他来跟我说什么 这个朋友是百合花 这个就是名字跟头像非常大的 这位朋友 他说什么呢 他说现在已经无疑是在推行一场新的阶级斗争 只是现阶段是让人民确认他们的阶级划分法 同时用取消文化等方法来打击地主 富农 反动派 坏分子 右派 在美国阶级划分 就是用种族性别变性人和右派等来划分 现在要加上打不打疫苗的人来划分 我觉得就是 Ritten在《颜值攻略的现代社会主义 人格社会主义的起源》里讲的 人格社会主义 我觉得这个东西 他讲的非常非常的正确 这其实就是一个分裂人的一个方法 我打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现在那个 Kyle Rittenhouse这个人 他去一个年轻人他去拿枪去肯同响这个地方保护这个 对 这一个东西被媒体大量的曝光 你说这东西很重要吗? 其实是还好的一件事情 他们跟这整个Narrative都完全不吻合 因为他是一个白人在那边枪杀了三个白人 然后呢有一群白人在那个地方打杂枪 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群白人在做一堆怀事的时候 然后呢一个人去拿着枪防卫了他自己 这个跟左派的这个想法原来是不一样的 因为左派的话你一定要是杀黑人 像什么Derek Chauvin啊 Jacob Blake啊 这怎样怎样 一定要100%的觉得说我一定要跟着这个方向走 然后他们就不断的创造各种各式各样的谎言 然后让你去一定要去接受这个东西 如果你不接受的话 你就是个种族歧视的人 那这个就是一个阶级肉争 就是他们不在乎对错 他们不在乎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们只在乎他们的观点 只有他们才可以说出事实 只有他们的事实才是事实 然后你一定要接受 那这个就是重新定义善恶的一个东西 那么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真的就是把种族啊 性别啊 然后什么右派左派这东西 这都是他们的理由而已 他们要的东西只是你完全的乎从 但是我们跟那个时候的这个 就是他们推行的 在中国推行的那个东西 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当时在中国的人 完全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他们没有去借鉴历史或者什么 而且中国人就是对皇帝的这个制度 已经是非常熟悉嘛 所以他们不觉得这个有什么 所以当时可能有一些觉得好像事情有点不太对 就有的人好像就举报了自己爸爸妈妈之后 旁边人就看出怎么会搞成这样子 就他们会觉得有些不太对 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不对 然后他们根本就不敢站出来说任何话 所以就是这个跟美国情况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对吧 因为美国人是有宪法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大家都大概有这样一个意识 而且大家通过历史 你可以看到这些事情 包括像法西斯 包括像中国发生这些事情 大家心里都有数 所以大家敢说话 跟那个时候情况是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不会至于走到那么糟糕的 一个完全被掌控的地步 因为是有人是清醒 就是要看我们会多后退 对 然后是我们的力量集合起来会有多大 就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给他打掉 好 来看下一个朋友 他说 左派的唯一贡献就是证明了人的罪性是无药可救的 只有耶和华和耶稣可以拯救人类 对了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为什么说现在很多周翻红 或者什么样 这都要感谢左派 就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起到了反动 他们以为说拿一些什么东西 社会运动啊 讲一些好听话 忽悠忽悠人 大家就都上套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 因为大家真的看到说真实发生了什么 这一部分 左派的所作所为也是觉醒了一大批 原来是坚持支持左派这些政策的人了 让他们变成了一下变成了宝可 然后我觉得很可怕是很多人 就是我教会里面的人 他们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 他们是完全对这东西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就是没有看新闻的 问他说那个什么Virginia的什么校董会 然后怎样 然后那个人被抓了 然后男生跑不到你厕所里面被强奸了 或者他们是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说有很多很大一部分的人是没有在看我们的新闻 包括连我教会里面的人都是这样的 然后那也正好嘛 那么真的左派唯一的贡献 就是证明了人的罪性是无可救药的 是 这个是圣经里面一直在强调的东西 就是你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当成是比神还要高的一个想法 然后这就是目前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整齐蒙运动 然后什么灭神论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一切就只是因为人认为没有神 然后人认为说自己就是最高的这个道理 对 那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 他们觉得说我可以决定我自己的人生 但是我不能决定他的人生 当他不听我的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对 然后他就一定会去试图控制这个 是 这种东西 很多在服侍的这些leaders 他们会说 为什么别人都不来找我 为什么别人都不过来 像说牧师跟师母好了 然后为什么大家都只找师 为什么大家都不找师母 是不是我只是一个tag on 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原来每一个人都是会这样想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 为什么别人不听我的 为什么我怎样怎样 然后很多教会会觉得说 我们缺乏领导 我们会缺乏什么 其实我们缺乏的不是领导 每一个人都想要领导 每一个人都想要领导自己的人生 我们缺乏的是什么 我们缺乏的是responsibility 大家都想要带人 大家都想要带着一群人往前冲 或是怎样 但是没人想要负责任 每一个人会觉得说 万一出什么事的话 我要那个人帮我扛 我要这个人帮我扛 今天啦 AI News如果说 出事了 金费没了 然后我们就说 那就没有啊 Paul要扛啊 Paul长老要扛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去往前进 所以说 我觉得左派跟右派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 就是右派的人 we take responsibility to ourselves 我们让我们自己说 我们一定要为了这个东西负责 就像我们两个出来 去做这个AI News的东西 我们就是想要为这个事情 我们就是想要为这个事工负责 那么 教会不缺乏领导 你要找领导人 到处都是 每一个都想当领导人 每一个都想当manager I manage other people 我控制别人的人生 但是你在控制的时候 或是你在 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you need to have responsibility 你需要为你这些人负责 你不只是为了你自己负责而已 所以说最可怕的就是 想当领导 但是不想要负责的人 那左派的每一个领导人 你看都是这个样子的人 包括Joe Biden 发生什么事 他有别人的错 ALC 发生什么事 别人的错 我的Abuela房子烂掉了 是川普的错 都不是自己的错 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不要当左派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 想当领导或者是 不管是想做什么 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去改变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管你信主10年20年 你还是原来那个样子 你会把人领导成什么样 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然后如果说你碰到任何事情 你一直都是在指控别人 你永远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 然后你的生命永远都没有改变 这是非常非常糟糕 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当leader吗 不可以 你就给我下去 因为什么呢 不管是说像我们事工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你个人的人生也好 或者是你在教会里服事也好 等等等等 不管在任何方面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跟神的心意去贴近的话 这就会像左派一样 到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 就会烂掉 不管你是信主的10年20年 我可以你随便挑一个哥林作后书的精神 我可以马上给你背出来 可这个都没有关系 对吧 所以你看就像我们事务 我们也是有宗旨嘛 就是我们是一定要贴近神的心意 我们才能这样往前走 不然的话你说 就按照你的意思或者按照我的意思 那都不行 按照谁的意思都不行 这会出很大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事啊 就是不管说信主多少年哈 或者是怎么样 一定要时刻来到神的面前监察自己 就是不要去找别人的问题 找自己的问题 因为别人有问题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解决 你说哎 你有问题你怎么不改啊 那你能管了吗 你就只能管自己 对不对 你别看别人自己 每个人神上毛病全部都一大堆 没错 所以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就问问神说 神呢你觉得我哪里有问题啊 你觉得我哪里能改正啊 对不对 两个人要是吵架了 互不相让 那我就让着他 因为我没有办法改变他 我改变他什么 我怎么改变他 我不能教训 哎神说什么什么 他听吗 他不听 所以就是要改变自己 把自己越来越贴合神的心 这样就很多东西全部都隐忍了 好来下一个 好 我记得打完疫苗为了怕副作用的后劲 都不建议做太刺激的事情 这个朋友讲的就是说奥地利那个妓院 说给你那个打完疫苗 如果送你半个周筒 你自己还可以挑小姐这件事情 我觉得好像就是 他这么一说好像的确是 好像打完什么针之后 都会说让你不要喝酒啊 或者怎么样 不要距离运动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 所以你看就他们就是为了好让你打疫苗 他们都可以说送你半个周筒 这样子 这个疫苗到底是什么 对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有不同的reaction 有些人感觉被火车撞 有些人还可以做爱做的事情 然后跟一个陌生人 对 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疫苗的疑虑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都你听到各种反应都蛮奇怪的啦 就是我身边也有人打完疫苗的时候 就说距离好像感觉距离死亡没有很远了的感觉 好像还不如直接得新冠肺炎 就好像得了新冠肺炎也不会那样的 你为什么打了疫苗直接就在床上根本就没有把他起来 但是现在的确是有很多很多对于疫苗过敏或者是什么样子的生命 就是各种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全部都出来 对但是 OtD开了一天你可以去打炮去做爱这个东西 为什么他们不打什么防止性病的那个疫苗之类的 对为什么这东西都没有出来 因为这个整个疫苗这个东西不是为了要 防止什么新冠肺炎之类的东西 对打了疫苗不是CDC说什么打了疫苗之后你还是会传染吗 对 做爱就不会传染 两个人在一个密密空间里面又喘气又哈那个的 还是他们都很快 I don't know 政府能把这么多的事情拿出来给疫苗打广告 连性爱这个东西都可以拿来去做这个事情 就赵小姐 对 就表示说这个疫苗到底是什么 这个疫苗就是一个让你上瘾的一个毒品而已 一个政治工具 对 他就是只是让你就是到这个bandwagon上面你是挺我的 你是服从的 只是这个样的东西而已 所以说我不反对疫苗 但是经过政府这么多的这个动作之后 我真的就觉得说这个疫苗根本就不是疫苗 已经完全跟防疫没有任何疫苗 没有关系 对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那接下来呢还是依旧为大家提供 非常非常好看的神奇传播给我们大家提供的传输音的小动画片 拜拜我是腐力沙 我是Easo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这一天小李又约了老王出来喝咖啡 有什么事让你晚上还纠结着 那天和你聊完之后回家想了很久 我接受了信仰没有本土或是洋教的军别 但是呢当年八国联军压迫我们的时候 西方的宣教士们都是帮凶了 这个我可接受不了 哦你认为他们都是靠着洋枪洋炮进来 当做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了 对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啊 怎么了难道不是吗 其实啊我们很多人都对这段历史有错误的认识 虽然许多宣教士是跟着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 但是他们却没有参与压迫中国人的行动 反而对那时代的中国人带来许许多多重大的贡献 哦吃花成家 满清末年的时候采取索国政策 外国宣教士一直不得奇门而入 后来因着清朝与各国签订五口通商等条约 而有机会进入中国 他们放弃了在自己原来国家里优渥的生活和事业 来到落后贫穷的中国 给中国人带来先进的医疗高等教育 借助鸦片辅助贫困等重大贡献 哦是真的吗 是啊 中国妇女千年来缠足的恶习 是在英国宣教士麦家温夫妇 十多年的努力奔走下才得以解放的 哦 除此之外啊 大家都不敢碰的麻风病人 也当时只有宣教士建的麻风院 才肯收留他们 医治他们 至于孤儿院 养老院 这些慈善事业 外国宣教士更是出钱出力 牺牲奉献的为中国人来付出 这些都是历史上有评有据的 哦 那之前太过路寡闻了 这么说外国宣教士 原来对我们的贡献实在是了不得 我还真的是误会他们太久了呢 哎 所以 所以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外国宣教士绝对不是什么侵略者 哈哈哈